1940年冬,中国革命的弹口 中国女孩楚楚和男孩小曼被送进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上学 在题为童年的演讲上,楚楚向师生讲述她作为革命包袱出生 父亲如何在革命中被残忍迫害 她被赋予了革命的坚定使命的故事,让在场的师生震惊不已 之后,楚楚和小曼因为夏令营活动分隔两地 四一年下,德军大举入侵,战火纷飞,刀枪无眼,庄甲坦克在城镇碾过 大批俘虏被游街示众,孩子们也被困在楼里,无路可逃 女老师储遍不惊地为同学朗读了最后一首俄国诗 最后惨死在德国军官的枪下 同学卡尔为了帮楚楚争取逃跑机会 夺走一名德军的枪支,同他们对峙 最后不幸在德军乱诞中丧生 被重新俘虏的楚楚等人面临此行 集中营一位长者置地有生,斥责纳粹 被挽救孩子,贪以命相抵 楚楚则落入了一位纳粹军官的魔爪 另一边,儿童院里的孩子义愤填膺,想留下来抗争到底 校长坚守职责,把所有孩子送上车逃生 1942年春,流落街头的小曼等人唯有向过路军队乞讨来维持温饱 即便如此,他还是会在爱国之情的驱使下去医院捐血 通年冬,楚楚等人被扣押在修道院里做打杂的鼓励 这位军官酷爱在人体实验纹身,对楚楚表现出高度兴趣 他手中诞生过多名人体纹身实验品 在酒会中,军官把浑身刺满纹身的俄国女孩作为礼物 送给民园夫人,众人像欣赏玩物般,对女孩触碰谢丸 军官也终于对楚楚下手了 楚楚醒来,发现背上了纹身 不堪屈辱,恳求士兵杀了自己 士兵用俄国同胞的性命,威胁他打消了念头 他放弃挣扎,麻木地任由军官在他身上赐下法西斯的符号 四三年春,小曼成了一名小邮差 为各家各户烧取称王名单 他收留了一个孤女,由于不忍继续寄送死亡名单 小曼开始自己伪造信件,给家属聊以略解 四四年,局势逆转 狗急跳墙的纳粹在街头举枪,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大屠杀 败局已定,军官贼心不死地对楚楚进行洗脑 让楚楚继承自己的意志 他派人把楚楚丢弃在荒原后,自己在办公室引誕自尽 纳粹的残兵败将们,面对群众的枪口,显得怯懦胆小 小曼放了一把大火,和纳粹同归于尽 而楚楚侥幸逃到难民收容战 苏军女兵带他更衣沐浴时 他拒不脱衣,哭得生死历劫 死者中,众人看见了他背上大片的法西斯黑鹰轮身 顿时一片死寂 在篝火焰上,楚楚朝着炙热的火焰攀山爬去 想用火烧掉背上的四青 军官告诉楚楚,他是光荣的战士 会有最好的医生为他进行直皮手术 陈来若定,楚楚和小曼的养女相见 两人相拥而弃 楚楚的皮肤移植手术,因为面积过大,宣告失败 这片纹身屈辱地伴随了他一生 但楚楚和千千万万在革命和反法西斯斗争中 顽强抗争的人们一样 灵魂在血淋淋的历史长河里,铁骨蒸蒸,永垂不朽 感谢观看 关系